大家好 我是老李 欢迎大家点击我的视频 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安卓野生原生系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更新 它最近可以支持树莓派的7寸的官方触控屏了 装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定制平板了 也可以装谷歌的GApps 这些设定什么的都行 我现在是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访问谷歌查询一些东西 当然也可以YouTube看一些视频 但是由于这个屏幕它是不包含音箱的 这个树莓派都是一个模块化的东西 大家可能玩过的也都知道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要想听声音 你可能需要蓝牙的音箱 或者是通过3.5的耳机外放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 我们有了这个方案 基本上就可以制制一些CarPlay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项目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数字助理 比如说它放在桌面 帮你处理一些事 起码来说比Chrome Chromebook还是好玩一些 毕竟触摸屏了 触摸屏这个是已经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个习惯 好那我现在呢我就教大家如何来做这个啊 这两天闲的蛋疼的时候我还用它跑了点Gas fee Gas fee怎么解释呢 相当于是区块时代的破兑费 剩个二分钱 然后反正就是个玩嘛 参与一下这个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Honey Game 这个感兴趣的话 以后咱也找时间讲一讲啊 那先关了这个啊 呃今天要用到这个页面呢 这个以前看我视频的人也都知道 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开发组啊 不是一个人名 我们通常访问的是这个页面 但实际上它有一个更牛逼的一个页面啊 就是这个Lineage的这个官方页面 我们通过这个Download 其实可以找到很多对应的机器 包括华硕的一些呃各种机器啊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读啊 因为我也没用过哈 还有像这个Google的一些机器啊 也可以刷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野生原生系统啊 因为它不是谷歌的 但是是谷歌原生的啊 它这个呃组织开发的 HTC Underphone啊 就回头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啊 咱今天就不在这个上面浪费太多时间了啊 然后点了这个Devices选 呃派4啊 然后19啊 19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2月11号吧啊 刚刚更新的啊 呃这块作者强调了啊 这一句话我觉得在我的频道里边我经常会说啊 这个项目呢包含了一些非商用目的的授权啊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用作一些商用目的 呃可能对于别的博主来说 这个这个这种信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看老里的视频的朋友们啊都是体面人 我也希望在这里边就常谈一些关于版权啊 还有就是这个付出劳动要有回报啊 还有我们应该尊重啊别人的付出啊 这种概念有的时候要经常说一下啊 我们就点这个下载就行了啊 下载完以后呢还是用这个 Belina Eicher啊 Belina Eicher 打开以后是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镜像选上啊 然后选一下这个卷啊就行了 我这个是 我这个卡呢就没插进去 所以他现在显示不出来 Belina Eicher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Belina Eicher升级一下啊 升级成这个 1.7.3 我们可以在这直接输入一串URL的地址啊 直接把这粘到这里 他直接就编下载镜像帮帮我们烧录了 这个挺好的 他这个选择驱动器的时候 他会把你电脑的这个别的盘都给显示出来 我觉得这也挺安全的 首先来说他识别到这个是你电脑系统的盘啊 还有这个是一个大驱动器啊 这个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防呆吧 但是防呆这个东西以前我在视频里也说过 防呆不防降 那你非要把这个给隔了 非要把这个镜像写到这里 那这也 这也是一个损失吧 这个镜像烧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给插进来啊 具体这个屏怎么接啊 这个官方都有资料啊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我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键盘 还需要一个鼠标啊 因为开始的时候 这触摸屏是没有默认开启的 这个电视有点不行了啊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四川的同事啊 谈到这个这种情况的话 会说显示器敷散敷散的 对四川人没有调侃的意思啊 大家不要对我这个 不要骂我 这个不行了 确实是不行了 这个 右边的那个频率 大家也能看出啊 一会儿 变来变去的啊 这个Lineage的系统就笑脸就出来了啊 那我默认各位都是对这个 安卓和树莓派有一点基础的啊 下边咱们直接讲我简化的这个步骤 到这就算是完成了啊 这下边有一个急急呼叫 还有一个残疾 残障人士的一个选项 我们直接点开始 好这个就是一个end user agreement啊 这个是必须要同意的 必须要接受 就是你不接受你就不能用啊 这一点不用再解释了啊 呃抱歉啊 我就实在是对这个繁体中文的一些认知啊 还是有限 所以我今天我就用啊 这个英文的系统来继续啊 呃这个时间时间这块呢 我们其实它最好是我们给调一下 如果我们调准了呢 直接网就连上了 如果不调准的话呢 时间是不对的 那么呢 你的wifi连接也有问题啊 大概吧 大概的时间你也是要有的啊 这块呢 就是能搜索你的wifi啊 他这块 呃无线和以太网的适配都挺好的 他这块显示connecting啊 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出现碳号呢 就说明 谷歌的服务器没有返回正确的时间啊 所以呢 他就会显示一些受限啊什么的 但是改了时间就可以了 这块不用担心啊 connected啊 这块呢就有点意思啊 protect your tablet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是一个tablet 可能他没检查到我4G模块 还是5G模块 认为我不是一个电话 是吧 好我现在下一步啊 下一步这块就有意思啊 啊 那咱下一步 然后马上咱就有触摸屏了 当然要选这个啊 这个格的这个啊 好顺便说一下这个pattern这个单词啊 这个是方格的意思啊 如果说你用词典去搜索跟方格什么格的有关的 它大概率是出现什么square什么什么什么啊 这个是字典的一个缺陷啊 顺便吐下槽啊 这块呢 就是咱就可以设定一个啊 是吧 然后再确认一下 它为了避免你对嘛 对吧 为了避免你设错了嘛 所以我现在就是z 大家记住这个一会解评的时候就用这个了啊 好这块呢 你可以像苹果一样啊 在线恢复你云端的数据啊 那我也没什么数据 我就直接下一步了 好 这块就完事了啊 那现在呢 我这个tablet 他跟我说这个是平板 那我现在呢 我这个就可以上网了 对吧 我打开这个chrome啊 他就可以帮我打开这个页面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确认一下 然后你再进行下边的操作 好吧 这个不是网速慢啊 是这个机能有点费劲啊 我们先要点这个settings 开启这个开发者模式啊 我们选择这个版本号 我们狂点 他这块说了 你还有几次 然后就解开开发者模式了 开发者模式 那确认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有权限 那当然要验证一下 你当时设定的密码对吧 好 他说你现在是一个开发者了啊 然后我们点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选到上一步 在这块收一下 POWER Mining 然后我们 现在有这个高级重启 高级restart 我们把这个选上 Advanced restart 我们把这个给点开 点开有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当你再选重启动的时候 一会再说吧 这个一会再说 这个方式一定要打开 就是 System 然后Raspberry Pi Settings 这个Touch Screen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打开 他说呢 这块就是 开启 Official Raspberry Pi 7 Touch Screen 就是 官方的那个屏幕 把这个打开 打开以后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用官方的那个屏 而不用接住其他的显示器了 那Gapps目前是没有12的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装一些像 类似于 BitGapps吧 对 BitGapps 我们先下载一下这个 Download 当然你用那个NIC 那个Gapps也是可以的 他反正现在有两个 我呢 就下载这个 Arm64的 这个 Micro Gapps 他俩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大全家桶 就相当于是 你开机以后所有验证什么的 他也需要走谷歌那个程序 那我通常 是不会用那个 因为那个 大家心里都清楚 咱毕竟是一个网络管制社会 有点麻烦 好 刚才这个链接不给跳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下边呢 我知道他其实在Github上也有放了链接 我们转到Github上 然后 这里面有一个Micro 还有一个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那我就下载这个Micro了 有70多兆 最大的那个有一个多G 就是谷歌的所有的内容都在 包括你装完以后 还装了一些像谷歌的邮箱什么的 朋友们我们一旦把那个官方屏幕支持那个打开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来启动了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 数位派的显示能力还是挺强的 虽然硬件解码能力有限 但是同时接两个4K的显示器还是没问题的 TF卡有点慢 解开是吧 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打开ADB 也可以不打开ADB 这些东西是未来以后我们调整通过电脑端调整 这个安卓的设备的时候用的 ADB是Android Debug Bridge 当然用安卓系统下载那一步 如果说你比较习惯用电脑操作 那你用这种U盘把东西烤过来也行 烤背的方式也挺简单的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程序 里面有个Files Files这里边通常我们会在这块可以选择 选择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你现在Raspberry Pi 还有一个是你的U盘 U盘就是这个 我的名字是这个 你们可能不是这个 我们点一下这个 等一下 我们要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选中 不能打开 打开就不对了 然后我们在这就直接有个 他这块有个Copay 2 2哪呢 2这个Raspberry Pi 4的Download下面 然后我们点Copy 他就帮我们烤过去了 就是你这两种方式都行 第一个是你用 你已经整好的平板去下载 第二个呢 你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电脑去下载 然后烤过去 不行啊 必须你验证一下 是不是烤完了 已经烤完了 好 现在咱往下滑 点这个重启 重启 启动到这个Recovery 厂家的刷机模式 然后在这块呢 选这个Mount Mount先把Boat System 还有这个Vender 这些都选上 Select internal 然后上一步 然后Mount完了 我们点Install Install呢 这块 不太对啊 找到了 这不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点这个 G Apps 这个去掉就行 这个去掉就行 然后我们直接 你看这就顺滑多了 对吧 你直接就刷写了 刷写这块就可以看到 他在帮我们网里边安装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他装了哪些东西啊 这个就有助于掌握这些知识 怎么读啊 不得到啊 我选择这个 我点成这个Wipe Wipe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 再点一下这个 Reboot System 就返回到那个系统状态 Micro-G Settings 还有这个Play Store 就帮我们装上了 还要多装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这个 什么什么Service 大家知道的 然后告诉我一下啊 这就是增加那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就用了 目前来说 因为我这个是树莓派8G的内存 所以说用着还挺滑溜的啊 由于他没有传感器 所以这样来回倒的话呢 屏幕是不能够自己调过来的 就目前来说 现在看似是可以移动的用了啊 但是这个电源呢 是必须插着电啊 所以说也只能算是准移动的用啊 就是你的线有多长你就在屋里能用多长时间 我之前也用过充电宝啊 大家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早上我去取快递的时候啊 这里边加了一个以安检以消毒啊 我向来是对这个邮件传染病毒啊 抱有怀疑态度啊 但是我抱有怀疑态度也没有用 这个病毒的传播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听专家的啊 听医学专家 生物学专家啊 起码你要听一个科学家的 而不是听那种背景是那种蓝色的 然后发的一个什么公文啊 好歹最差最差 你也要听听李永乐老师讲啊 那个科普还是挺不错的啊 起码讲一下什么是病毒 什么是细菌 怎么传播传播怎么回事 对吧东西给我发多了吧 泡沫垫 然后这个是发票啊 这个一会儿再看 微血的啊 我买的是微血的啊 我因为我觉得做视频嘛 我就是尽可能的别给大家推荐那些盗版和那些野路着来的东西啊 所以我呢就多花点钱 但是你们可以买那种便宜的啊 你们可以买那种就是 开源的什么都行啊 还送了我一个充电器 两截1865电池 是吧18650吧 好看看这个怎么玩的啊 有一个8.4伏供电 还有一个收出 还有一个开关啊 这块呢微血 这是一堆电感呢 还是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GPL怎么玩呢 我把这个 这个跟这个下边是可以对上的 不行啊 这不是标准件 拧不上啊 这不是枉然吗 好现在这个呢就套上了哈 还是这个电源 所以顺便也说一下这个 宋内派的GPL 实际上是可以不断的往上垒的 如果我们在上面加上这个 这个速度传感器和位置传感器 那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就可以倒了 屏幕就可以切换了 现在呢这个已经工作了 已经起作用了 我把这个电一断 屏幕还是不黑的 它依据后边的这个电池呢 就能够供电了啊 好那讲到这呢 我希望大家就是 就别啥啥都跟我比了 你们是想去旅游就去旅游 想买最初的最新的手机 你们就买最新的手机 想买iPad就买iPad 老理我呢 比较穷啊 其实想上网呢 也只能是自己做一个平板电脑啊 自己用 上上网了却余生啊 好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转发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拜拜